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現在個人注重健康 聽到癌症其實都很擔心 防癌都成為了人人在關心的話題 但怎樣才可以有效地把那些 痣癌的分子擋住在我們身體以外呢 其實是否跟我們的食物方面 可能會有關係呢 袁先生 我們經常都說病從口入 我們從小到小都聽到的 當時我們通常是說什麼 菌啊 是的 一十元仔不要什麼東西 淡淡落口 會細菌入口 但其實現在我們說的不是細菌 而是我們平時所吃的東西 癌症其實已經相當之嚴重 最近那個所謂哈佛大學的研究 他說原來有這麼多人 那些是十三萬五千人的研究 他說引發的原因呢 其中就是飲食運動吸煙 可以佔差不多20-40% 所以他說癌症大部分 一半都是吃出來的 好了 那有什麼食物要特別留意呢 是 第一款食物呢 就是我們的糖分 OK 我們的糖分每天 不要超過25克的克力 都很危險的了 那它會引發什麼呢 乳腺癌和乳腺癌 乳臟癌 那我有一天說 糖我們知道是會滋養癌細胞的 那當我們的高糖飲食呢 確實是已經知道和我們癌症有關的了 那在瑞典科學街 曾經對百萬的人 進入一個九年時間的追蹤的調查 發現呢 過多涉入糖的呢 甜的飲料的果醬這些食物呢 是會增加患乙腺癌的風險的 嗯 好了 那因為我們食糖呢 會引致那個乳腿素大量分泌 而到那個乳腿的功能受損 成為誘發那個乳腺癌的存在的因素之一 那在美國的M.D.Anderson 是一個很出名的癌症中修的研究人員呢 今年初呢就發現呢 他在典型的西方飲食中呢 當然呢 大量的糖的涉入呢 可以增加患乳腺癌 以及癌症向肺部轉移的風險 嗯 就是你有乳腺癌 接著可能會轉移到那個肺癌的 那麼好了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呢 每天的糖的涉入量呢 應該控制在50克以來 最好呢就不要超過25克 OK 那就是說呢 很多時候呢 不是我們家的糖那麼簡單 是 食物本身已經大部分都是很甜的了 那這個是其中一件事了 第二件呢就是溫度 是 食的東西呢 很熱的 就是中國人呢 很喜歡食的東西呢 就要趁熱吃的 是 熱熱熱的 是 我記得我以前的爸爸也是很喜歡 是喝那些豆漿呢 是 他整天喝到熱到 連那個口腔那些氣泡的 是 我記得我有時我自己小時候 都 有時都不小心 是 有什麼好似的東西 跟著呢 覺得那個那個那個上顎呢 好像有個火 好像露出了一點 是 立即麻痺了 脹了 那這些這樣的溫度呢 是會令到我們那個食道癌呢 還有那個噴門癌 就是在那個口腔的食道那裡了 嗯 好了 他說你如果食品呢 溫度呢 在65度以上的飲品呢 被咖啡層呢 是可以引發到食管癌的 嗯 因為呢 降熱的食物呢 是會損傷食道的黏膜呢 長期吃過太降熱的食物呢 黏膜呢 是反覆受到慢性的損傷呢 很可能是引發慢性的炎症 將而增加癌變的可能性 嗯 好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吃什麼呢 是我們吃很多的快餐 嗯 快餐 太懶了 那些人吃快餐的 那原來呢 我們每次吃一次快餐 就會傷一次 那原來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那些食物呢 例如快餐食物呢 都是有些含有那些 有些阿燒酸鹽的 嗯 Nitride那些 Nitride的 例如火腿啊 香腸啊 這些加工食物呢 那也都很多人呢 在這些這樣的食物裡面呢 是導一些油鹽呢 是洩入量是增加 這些是增加那個癌的風險的 那好了 那也都很多人呢 是喜歡呢 就是上一頓的菜呢 就是已經熱回去啦 那又再吃啦 就是免得再煮啦 是 有些人很喜歡 就是一天呢 就一早呢 將需要吃的食物呢 全部煮完 嗯 那跟著呢 就是用微波爐 是 將它焗回來 有這樣的家庭 那結果 真的發現呢 全家都患癌的 那這個這個資料呢 是那個 其實我知道呢 有電視台曾經知道的 做過的 但是沒有播出來 是 始終有商業的問題啦 沒錯 可能那個微波爐那些 公司不喜歡啦 那 好了 所以其實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這些 食剩的菜呢 是會有些致癌的 所謂阿燒酸鹽的風險的 OK 所以吃飯呢 就是按時定量啦 吃些新鮮的東西啦 儘量不要吃那些 正如的那些魚菜啦 那除了之外呢 當然啦 懶於運動呢 也都會增加癌的風險的啦 好了 那還有一種食物呢 就是什麼呢 是一種醃過的食物 醃製過的食物 也不要多吃啦 因為這個也都增加 下腹部那些患癌的 譬如有些人吃 魚肝呀 魚醬呀 臘肉呀 臘腸呀 醃菜呀 和醃製的食物的 風味的特性啦 但是這些食物呢 往往含有大量的 酵酸鹽 那會在腸裡面呢 變成阿燒酸鹽呢 然後呢 就和食物裡面的 胺結合呢 成為阿燒酸胺 那這個有很強的致癌性 導致呢 為腸呀 而腺呢 這些消化系統的 癌症變 變率呢 是機會是增加很多的 那我知道呢 在日本呢 很有趣的 日本也是說 那個胃癌是很高的 是 那也就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這方面 特別的問題呢 可能日本呢 都很多吃這些 蠟肉的醃製過這些 食物的 好了 那一份呢 由美國癌症研究所 和世界癌症研究基金聯合 發表的報告顯示呢 食用那些 所謂培根 加工肉製的食物呢 是會提高下腹的患癌 之後結腸植癌的風險的 好了 那每天呢 如果你吃到50克的 加工肉製品呢 是會將會提高18% 18%呢 是下腹癌的風險 而這些加工肉呢 但是都是用一種 鞭腋的方法製作 所以建議呢 盡量多吃一些 新鮮的蔬菜 因為肉類也好 新鮮的盡量 減少煙製食物的洩入 OK 好了 接著還有一個問題呢 我們經常都是 在調味裏面 經常用的是什麼呢 是鹽 OK 鹽呢 是癌症的親戚來的 尤其是胃癌來講 是 吃多多太咸的東西呢 會導致胃部的黏膜 黏瓶膜 胸膜那個呢 是會產生損傷呢 也會增加呢 是致癌物質的易感性 導致那個胃癌的發生的 那美國因而呢 死於胃癌的人呢 大概是50 水癌症的人 大概是57.5萬人 那日本呢 大概是36.5萬人 每10萬個患癌的死亡來講呢 日本呢 是美國的1.6倍 那麼 這個呢 很明顯呢 是跟那個 日本人呢 吃東西是比較咸 過咸有關的 那麼 始終他們沒有什麼 吃新鮮蔬菜 這個習慣 是 他們的蔬菜多數是醃製過 清香於咸 吃新鮮的蔬菜是少的 那麼如果吃東西 喜歡吃濃味的人呢 可以呢 就吃多些維生素C的水果 因為維他命C呢 能夠幫助呢 是阻斷這些脂芽物質 阿硝酸那個發合物的合成的 這樣就阻擋 那所以呢 是多些呢 所以等一下我們跟大家 建議大家呢 平時呢 吃東西呢 就是餐餐吃些沙律 是 是 新鮮的水果 這些維他命C的新鮮的蔬菜沙律呢 就會幫助我們呢 阻擋這些 改靜芽物質的 好了 還有一樣是分 當然啦 那些人都喜歡吃分魚啊 分的 還有吃烤的牛肉啊 烤鴨啊 烤羊肉呢 這些這樣的分烤的食物呢 容易呢 是引發食肚癌和胃癌的 好了 那麼分烤的食物呢 製造過程會製造大量的 所謂呢 多黃分鏡類的物質呢 這種化合物質呢 會強 就是會那個 強引至那個 那個 癌的癌物 痰開開 颈鼻 其中的Benzin这类的物质 这类的物质 会导致癌细胞的突变 引发癌症 所以为了小食的酵的食物 油 当然人们喜欢煎炸 油炸的都不错 会导致抢癌 油一方面是一种高脂肪的食物 有个自然雜誌最近发表一个研究报告 显示肥胖、高脂肪和高热能的食物 是引发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 高脂肪的食物可以推动腸道里面的 钢细胞的素量激增 令到它是无限期的繁殖 并且分化成为其他类细胞容易引发腸道的肿瘤 当然油炸食物中国人喜欢吃油条、油饼、臭豆腐 这全都是油炸的香香 在煎炸过程会产生多环的分镜 尤其是反复炸的油 就是万年油 其中的致牙物质是更加多的 所以少吃一些油炸的食物 经常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补充一些均衡比例的必需的脂肪酸 就是米加3这方面 最好用的脂肪 最好的脂肪代謝是 放下坏的反式脂肪 很多所谓的植物油 其实是反式脂肪 或者所谓的人造牛油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还有酒 酒一定要有限度 美国有份报告显示 当人的胃癌的风险和喝酒是相关的 过量喝酒和肝癌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经常喝啤酒 或者其他酒精飲料的人 那个结肠癌的发病率也会高 所以酒、对肝、对胃、对结肠癌 中国的癌症机构建议 男性喝酒每天不可以超过20-30克的酒精 而女性不应超过10-15克 而且有些食物是发毛的 当然不会有人特意吃发毛的食物 但很多时候 例如花生、玉米、大米、高粱的食物 很容易受到潮湿 进而被那些毛菌污染 有时不容易看到 尤其是夏天的凉菜 有时发毛都是用眼看不到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有可能是引致脂癌作用的毛菌的毒素 那些黄曲霉素 这些是我们目前知道的 是脂癌物质最强的物质之一 尤其是跟肝癌的关系特别密切 所以很多时候 即使花生脏也好 很多时候有这样的发毛的黄曲霉素 所以储藏食物要小心 防止食物潮湿发毛 这个香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香港的湿度实在太高了 是的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的食物一旦打开了 一开封之后 一旦就潮湿了 当然再继续扔下去 它发毛的机会也更加大了 好了 接着就是烟 说是不要吃烟的 而是指菜炒的油烟 因为在外国也发现了 很多肺癌的人 女士 百分之八十 从中都不吃烟的 也发现很多时候 为什么家庭主婦患癌的率 比一般人高一点呢 最后才发现 这个是跟我们的食物的煎炒 油烟有关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 用煎炒 然后炸这些高温的搬任法 我也不知道 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产生大量的油烟 其中夹杂了不少的 我们叫做软径类的物质 是刺牙物质 类似像PM2.5的 可以吸进去的果粒物 不但会影响皮肤 也会导致肺癌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家煮东西 要炒食的时候 记住要开枪 开排气线 尽量吃种一些无烟的 环保的饮食方法 我们经常说 生食尽量在这方面 一连串 现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 讲解了 为何在癌症方面 其实不是我们身体 很多时候 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吃的 刚才说过的例子 希望大家的听众 都要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饮食习惯里面 当然 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可能没有运动 但是 食都是我们必须的生活的习惯 可以了解了的时候 就可以避开 令到我们就不用 又要找预防的工具 如何的癌症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就不断 不断把这些致癌的 可能诱发致癌物质的东西 就食入口里面 食入口里面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就够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就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发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